歡迎光臨 女王當家最讚的都在這裡 那個就是我們的 國產鰻魚 鰻魚怎麼可以這麼厲害 我們來看一下 潘正宗我們的高爾夫球選手 他自爆在東奧高爾夫球 創造的逆轉勝奇蹟 竟然秘密就是 吃了鰻魚飯 我要先第一個請教淑慧老師 鰻魚有這麼神奇 就好像給這個無敵超人 這個100匹馬的馬力亞 真的 因為我們如果仔細去看 鰻魚的營養成分 它真的是營養蠻點 而且它有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其他的魚類所沒有的 所以怪不得日本人在夏天 他們都要吃鰻魚飯 來增加他們的元氣 不用醜日都一定要吃 他們還有鰻魚節 所以就要請教一下我們的農業達人 聽說也去日本 本身也很愛吃鰻魚 對 去日本必吃就是鰻魚餐廳 鰻魚飯 所以到日本真的琳瑯滿目 各大美食名店 所以聽說很多台灣人去日本 都去吃鰻魚 對 一定要吃鰻魚 而且你知道嗎 三年殺鰻魚 一生烤鰻魚 鰻魚是很重要的一門功課 烤鰻魚這部分 後來因為我現在常跑雲林產地 才發現原來 台灣最大的鰻魚產地在什麼 雲林烤湖 我會照顧 我發現真的太棒了 然後所以今天開始什麼 吃鰻魚 不輸日本耶 所以吳老師有吃了鰻魚 給你100匹馬的馬力 對 有 就是像不敗選手一樣 對不對 那是鰻魚 而且最重要就是說 剛剛吳老師說 來自我們台灣最大產地 是雲林烤湖 烤湖 沒錯 很多人去日本吃鰻魚 殊不知 你吃到那個貴生生的鰻魚 來自台灣耶 好 來我們也請 淑慧老師幫我們說明一下 為什麼這個鰻魚 真的是健康100分 對 我真的想 牠真的是一個很特殊的魚種 你知道嗎 第一個 當然我們就不用講了 蛋白質 魚類當然 蛋白質都很高 所以油脂蛋白質 這個我們不用講 脂利胺基酸 肝胺酸 里利胺酸 這個我們都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 脂利胺基酸跟肌肉組織 建造有關係 對 比較特殊的是 礦物質的部分 你知道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說 你要補鈣 我們都會告訴大家 你要喝牛奶 你要吃豆腐 吃乾絲 吃豆干 吃豆皮 很少我們會去叫人家吃魚 你知道嗎 因為一般魚類的鈣質 真的含量不高 所以 可是它很高 這就是一個很特殊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吃鰻魚是年骨一起吃 對不對 了解 我們吃鰻魚的時候 是年皮 年骨一起吃 所以說它的鈣質 還有它的鐵質 還有的鑫 我跟你講真的很特殊 鑫也有 對 因為我們去 跑那個營養成分分分析 它就真的是在魚種裡面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鑫不就是文革還是什麼 鮮淚才有 對 海鮮也有 重點 你聽到 鑫好男人 沒錯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鑫好女人也需要 那剛剛講那個高爾夫全手 他馬上元氣活回來 那是怎麼樣 因為他每天都 他消耗很多熱量 他必須要有大量的維生素B群 因為你知道人量消耗條 你的B群就要補回來 所以你看 它是一群的B 不是單一個B 它就不是那種很特殊的 B1 B2 B6 B3 B9 B12 真的是一群 好厲害 而且它的B12的含量 要跟大家分享 它是我們人體需要量的 將近兩倍 而且我本來只要需要1 它可以提供給你2 真的是超級食物 所以呢 這麼健康 聽說很好吃 烏老師 馬上教我們怎麼吃了 我們直接吃什麼 日本人最喜歡吃是普燒馬這條 對 而且這個鰻魚 第一個它是用日本醬汁去調味 是 它是仿那個跟日本工法一模一樣 老師傅70年烤的鰻魚是一樣的 那很簡單 我們不用去日本 也不用把那個日本師傅請回家 再把這一袋拿回去之後 先泡熱水很簡單 當然如果說你可以取出來 再用烤箱也可以 烤箱也可以 更好吃 但是因為現在我們現場 直接最簡單是什麼 熱水之後 它只要回溫就可以了 所以這種袋子 它不是塑膠袋 可以泡熱水 這是特殊 對 這個袋子就來自日本 它是日本特殊耐熱材質 所以他們就是在儲孕的時候 非常重視這個醬汁 不能夠吸鼻 那個魚的部分也不能夠走位 所以這個就急速冷凍之後 就是外送到日本 外送到日本 是 所以這樣子就可以吃了 對 然後我們 再把它拿出來做 切成你要的規格就可以了 好 我們也看一下 從袋子這樣子 我們把鰻魚整尾 這樣是整尾 所以它把頭已經剁掉 對不對 我問考考大家 大家看得出哪邊是頭的位置 哪邊是尾巴的位置嗎 可以啦 大家 有的人以為他頭尖尖的 當然 而且後面尖尖的尾巴 頭已經砍掉了 這個鰻魚半已經翹起來了 是 大家又翹到 這男生要吃的養生聖品 很重要 我們就是說 因為中間油脂比較多 我們來做什麼 壽司 鰻魚壽司 所以第一道 吳老師教大家 就是我們直接加熱一下 然後就吃原味 就是鋪燒蠻 對 你可以烤一下是不是 烤一下更香 也可以再撒一點芝麻是嗎 對 撒芝麻也可以 那我先做的最簡單 就是把它切成段狀之後 就可以做成各式料理 那中段前面都口感不一樣 前面前跟尾吃起來比較Q 為什麼 因為活動力比較強 是 然後中段的部分 其實中段部分 要給爸爸媽媽吃 它的肉質比較厚 對 好 請教一下吳老師 我們台灣的鰻魚養殖技術 其實很厲害 對 所以台灣就叫做鰻魚王國 我們養殖鰻超過一夾子的技術 就是那整年 對 而且鰻魚的品質非常優良 生活國際好評 所以又叫什麼 鰻魚王國的美裕 這很厲害 那鰻魚王國當中呢 其中最大的比例大中 這個鰻魚的故鄉就是 就是我通知這一尾 口湖鰻魚 雲林口湖 大概有70%的鰻魚 以上都是來自雲林 口湖 對 非常好 好 來 那吳老師剛剛切的這個鰻魚 剛剛有特別講說 它的魚肉 魚皮Q彈 入口即化的口感 所以馬上 現在要教大家做的這個是什麼 對 就是我們做那個什麼 那個壽司好不好 我們就是把 直接吃就很好吃 還可以自己做個瘦 對 瘦壽司 瘦壽司 然後這個海苔少年餡 因為飯本身黏著 這樣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簡單 很漂亮 好高檔 很漂亮對不對 真的 不疏老師傅對不對 真的很高檔 所以直接一點巧思 就可以馬上 跑到日本去吃什麼 日本的鰻魚壽司 可以吃吃看 對 在家就可以 偽出國一下 好 那所以呢 如果喜歡吃這個 菩燒鰻的朋友 過去跑到日本 現在不用出國了 在我們的台灣 大家看一下 這個呢 皮有滿滿的膠質 入口即化 臺灣的鰻魚 我們就來品嘗 形容一下口感 不好意思 我先吃 所以那個 台人鰻魚 吃起來很Q 真的是入口即化 有沒有是 它其實在口腔裡面 很厚 對 那個 藉由口腔溫度 那個溫度上來 整個都化掉了 對 入口即化 肉質鬆軟 對 是不是 養鹽苗 所以那個皮很不膠質 然後那骨頭 鈣質 肉又有蛋白質 所以這非常是 全家老少使用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 奧運金牌的那個 高富全手 每天一碗滿雲飯 連續三天 他就把原本落後 一直往前追 追到我們得到獎牌 很厲害 我發現啊 其實任何比賽到最後 比的都是耐力 持久力 沒錯 所以你一定要給自己 最好的養分 對不對 到最後你就是可以逆轉勝 那不過大家不知道 這個鰻魚啊 品種其實在台灣養殖 還蠻多種品種的 那種外銷等級的 這一種蒲燒蠻的品種 來 也請吳老師 跟大家分享 這個又叫做日本麥 日本白麥就是什麼 吃起來真的是很幸福的 然後第一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肉質很細膩 對 然後那個什麼 魚刺很什麼 細嫩 就是入口即化 你可以刺到刺的感覺 咬幾下 其實吞下去 不會造成一些腐斑 所以它是什麼 連皮 魚肉 還有細微魚吃 一起吃下肚 所以讓你怎麼知道嗎 吃得非常健康 好 那這個呢 也請吳老師 還有一道呢 很快速又簡單 馬上可以讓大家享用的 對 就是什麼 料理 夏天到了嘛 我們做什麼 烏龍拌麵好不好 很簡單 鰻魚烏龍拌麵 對 因為我們裡面還 其實醬汁不多 可是還剩一點點醬汁也不要浪費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袋子 對 因為它的醬汁都已經含在魚肉了 可是一點點的醬汁 因為太珍貴了 一滴都不要浪費 我們也不能浪費 它寄出來 因為 故盡其用 這個據我所知 它是什麼 那個先什麼蒸烤 然後再什麼 凝醬 對 所以這個醬 聽說是來自日本 那個什麼百年醬油的配方 所以這個百年醬油 聽說人家就是整百年的傳承 所以它的口感不一樣的 對 完全就是有層次感 對 好 來 直接醬汁稍微拌一下 它還有一點點味道鮮味 美味進來 然後加上我們的蔬菜 再加一拌一下 其實你整個就完成非常完美的一個什麼知道嗎 日式的烏龍涼麵 而且是鰻魚的喔 好 這樣我們就等於是到什麼 到了日本去吃的感覺是一模一樣的 你熱熱吃 冷冷吃 都非常好吃 都非常棒 尤其我們這邊叫做原產地 鰻魚的這個產地 所以你看一下 其實我們今天現場也幫大家帶來鰻魚本人 讓你看得到真的是整隻鰻魚 那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進個廣告 趕快回來還有更多更多鰻魚的美味料理要來大公開唷 來賓掌聲鼓勵 第一個鰻魚創意的料理就是鰻魚冰淇淋 對 我說台灣首創 好 蘇惠老師 讓你先吃 我先吃一下 我讓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 我一開始我講 這個放在一起 可以嗎 對 你會發現說鰻魚的吃法是千變萬化 冷的吃 熱的吃 炒飯吃 甚至我們之前有主廚做一個 上來的熱食或熱炒都可以 那我們今天什麼 加冰淇淋是不是 吃起來風味不一樣 就像西瓜抹鹽是一樣道理 風味不同 很不可思議 大家自己試試看 不要看我們吃 真的很不可思議 小朋友一定喜歡吃 淑慧老師 你覺得口感如何 你要憑良心說 摸著良心說話 你知道嗎 鰻魚的那個Q感在這裡更明顯更突出 你知道嗎 吳老師不准吃 因為它冰淇淋 冰淋乳軟 然後碰上那個鰻魚那種Q彈感 真的一點都不違和 完全不違和 而且叫做品味 真的是很好吃 好稀奇的搭法 真的好稀奇 不過最重要就是說 這麼好吃的鰻魚 料理這麼百變 餐地 吳老師要介紹一下 我帶大家回我的故鄉去 大家看一下鰻魚的什麼 主要產地在雲林口湖 來看一下 好 這是我們的雲林口湖 我們鰻魚的故鄉 你看喔 全部的鰻魚都是活力滿滿 火跳跳 對 你看 在吃什麼 用魚肉還有一些益生菌 特徵配上去做的飼料 每一隻都好健康喔 對 然後我們 看自己養殖好新鮮 你看馬上送家工廠 對 重點來了 我們是四次蒸烤 三次鱗醬 完全把日本老师的工法 復刻在我們台灣國產鰻魚身上 所以你看 這個你怎麼煮怎麼吃 都是 烤一下 加熱一下 味道非常非常的美味 真的 料理很百變 我講到的都老吃魚了 不好意思 因為我想到鰻魚 不是放梅子渴 你是看著鰻魚是流口流口的 尤其是鰻魚可以打高呼求得獎牌 我想回去試試看 那這樣小朋友 如果多吃一點鰻魚 會不會烤100分 應該是喔 因為它有好的油脂 而且是好蛋白質 其實大家或許都不知道 野生的這個鰻魚苗 它是沒有辦法人工富裕 所以如果今年我們台灣漁民 有捕到鰻魚苗 我們才能有鰻魚 可以養成成魚喔 好 來 鰻魚苗的旅行 竟然是從這個怎麼樣 馬里亞那海籍亞 吳老師 對 其實這個真是經過千辛萬苦 重點是它第一站來到哪裡 第一站台灣 台灣是什麼 頭其慢 然後再去什麼 中國大陸再去韓國 日本 那頭其慢 所以日本會變不得 那為什麼日本 頭其慢很重 因為你們告訴我 頭其慢會多一吋 它還長得特別壯 你看游泳第一名 我們有一個地理優勢 我們把奧運 游泳冠軍的 冠軍流下來了 因為我們頭量館真的不能撈太多 代表剩下它游到什麼 中國大陸 韓國 日本 所以我們吃到這一條什麼 台灣的國產鰻魚 我真的要心存感激 對啊 大致的奧妙 給台灣人民最豐厚的禮物 最豐厚的一個資源 而且真的是很珍貴 就是不是每年你都有辦法 有人實在是有錢買不到 真的 好 來 馬上吳老師說 再教大家一道很簡單 對 就是沙拉 沙拉 這一個是我非常推崇 至少我不知道說 其實鰻魚加水果 超好吃的 不只加水 我們加那個冰淇淋 這樣子 水夠還可以 剝冰就好 我們連 這個我連加熱都沒有加熱 直接冰箱拿出來 就涼涼的 對 退冰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們把它剪開 剪開來 剛還忘記講 鰻魚的維新素A超高的 有多高 來 大家不要嚇一跳 我第一次看到也嚇一跳 它真的叫做超級食物嘛 真的 來 我們看一下它 維生素A有多高 一隻一樣 100克的鰻魚 它的維生素A跟牛肉 跟豬肉 跟雞肉 你知道嗎 它的一尾 它的一份的量 是83份的牛 83份的豬 156份的雞 所含的維他命A 聽懂 因為一般來講 我們在講維他命A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少去講肉類 因為肉類沒有 我知道A就是眼睛好 對 但是因為我們很少去講肉類 可以提供給你維生素 因為真的含量很少 就鰻魚特別的高 太厲害了 它真的很厲害 另外一個呢 我要特別推進的就是 它的不飽和脂肪酸 不飽和脂肪酸 它也是比 一般來講我們當然知道 魚都有不飽 對 算了 可是它的含量又特別高 它第一次耶 你知道我們剛才在吃 不是那種很Q彈的那個感覺 它的皮像那個脂肪 對 對 你知道它的含量 就是這麼的多 它一份就等同於其他的魚種 對 的28倍 是 它是牛奶裡面的17倍 是 它是蝦子的50倍 哇 還有一個很厲害就是鈣質 對 不管老人家 女人 男人 通通要嘛 因為我們通常都講說 它補鈣補鈣我們就叫人家喝牛奶 牛奶啊 吃起司 吃豆干 可是你知道嗎 魚類裡面 一般的魚還真的鈣質不高 因為真的沒有很多鈣質 哇 可是鰻魚就特別啊 它就是鈣質很高啊 一隻鈣高雄的魚就是鰻魚 真的 它的鈣質竟然牛肉的這個23 23分 還有35 35跟豬比 對 雞肉的10分 是 對 所以真的是超級健康 滿營養 它的營養密度真的是超高 太棒了 好 最重要又好吃 老師你最後要加的是什麼 最後就加上柚茶醬就可以了 嗯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高鮮嘛 威湯姊姊 再給它加下去 就是我們夏天這樣吃 既爽口 又有營養 是 而且呢 讓你幸福滿滿 滿分 對 尤其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推廣這個食魚教育 所以我們在吃這個鰻魚 一定要認識它 吳老師再複習一次 其實鰻魚叫做什麼鰻 對 滿健康 就是滿幸福 就是我們台灣養著日本白鰻 白鰻喔 對 不是蘆鰻喔 對 日本鰻魚就是什麼 口感細膩滑嫩 最主要的魚是非常的什麼 細嫩 它非常細嫩 讓你可以整個吃下去 也不會賺身體負擔 尤其呢 我們選擇是一年大概五六尾生的 這個鰻魚 是 最棒的 好 這麼棒的這個鰻魚 剛剛又講可以迅速幫我們的身體加油 那所以這個 這份愛心我們把它做成一個便當 那也請吳老師真的很感動喔 我們有一個影片 帶著大家去看一下 吳老師說 我們邀請號召一下金牌主廚 大家有魚出魚 有力出力是不是 對 我們去找 你知道很辛苦 那個便當一早做 現在現做的 熱騰騰的 對 那個主廚 就一開始就在餐廳裡面備料 你看 這個鰻魚是用烤的 所以特別的香 然後你看一大早我們備料 我們把這個口糊鰻魚 台灣在地的鰻魚 還有台灣還有什麼蔬菜 還有我們西螺米 然後一個一個 那我們即刻在11點多送到 我們怎麼知道嗎 那個台北市聯合醫院的仁愛院區 真的好辛苦 吳老師還自己搬便當 圍繞醫護人員 對 然後也是一樣 我們把台灣那個最好的鰻魚 跟我們醫護人員做分享 為什麼 因為你看我們的奧運選手 因為這樣得什麼獎牌 對 我們希望醫護能夠精神滿滿 氣力滿滿 對 我們台灣工業來挺醫護 沒錯 不過講到醫護 這個蘇惠老師也是很有感 對不對 醫護人員真的是 真的很需要馬上補充優質 你知道他們的工作時間真的很長 而且你知道在這一段時間他們幾乎都是站著工作 他們連坐下來的時間都很少 上廁所的時間更少 天啊 我知道我並不是第一線 是 但是我也在醫院裡面工 看得到我們前面的那些醫護人員 是 真的辛苦 所以也謝謝吳老師你們為他們 準備了這麼營養豐富 可以恢復元氣的便當 沒錯這是一定要的 對 好 所以其實呢 除了像這樣子的一個鰻魚多元應用當中 吳老師你說 其實像還有哪些料理其實也蠻適合的 其實我們節目之前都有分享 推廣這個鰻魚料理 像最主要就是鰻魚飯 還有什麼鰻魚玉子燒 就加進去捲也非常棒 剛剛講的鰻魚沙拉 或剛剛鰻魚水果沙拉 還有鰻魚壽司 手捲 其實這都是非常適合全家老少 一起來食用 幸福滿分健康滿分的鰻魚 這個鰻魚的醬汁是源自於 那魚肉跟什麼醬油 佐料產生了什麼 甜美的味道 你看我講到之後流口水了 對 這個是幸福滿分的味道在裡面 是 因為它在那個沾醬燒烤過程裡面 它會有一些焦糖化的反應 對 那種特殊的香氣才會釋放出來 對為什麼說一生學烤慢 慢要烤一輩子 還能夠增夠 真的是那個火候很重要 真的是職人的精神 好 我們國產鰻魚 真的是我們最幸福最浪漫 最健康美味的台灣味囉 大家真的要感恩惜福 我們也為第一線 還有我們全台灣的人民 大家一起幸福 大家一起更健康 是 我們今天謝謝來賓的分享喔 謝謝 真的是